11 萬的筆電,長什麼樣子? 欸?這就是答案 Acer Predator Triton 500 SE 很感謝Intel幫我們找來的這台機器 讓大家見識見識 這麼高級的筆電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有著頂尖的規格,i9-12900H,RTX 3080Ti,32GB RAM 但重量卻僅有2.3公斤 很難想像這個單手就能拿得動的筆電 裡面的規格卻是如此的變態 當中的亮點莫顧於這最新的Intel第12代行動版 Elder Lake處理器 在先前i9-12900K的評測中 我們得知了Intel第12代Elder Lake架構的強大之處 透過效能核心P-Core 以及效率核心E-Core的搭配 來實現低溫省電卻又爆發力十足的強勁表現 然而為了追求極致性能 Intel將這顆桌機的i9處理器的頻率拉得非常高 而頻率高就會導致溫度功耗成指數性成長 因此瓦數溫度其實相較於以往沒有低多少 不過i9-12900H在筆電上或許就能發揮它P-Core高性能 與E-Core高效率的強大優勢了 那我們來看看這相對輕薄的電競筆電 搭配頂級的CPU與GPU能夠表現得有多好呢? 首先看到外觀 第一時間上手其實有點難想像這台筆電要價十萬九千元 整體的設計相當低調 正面銀色且樸素的摩殺金屬表面 只有一個小小的Predator Logo裝飾 以高性能電競筆電來說這樣的設計實屬難得呀 背面同樣乾淨低落 有著對稱的散熱開孔以及電高筆電的黑色膠條 左側有著電源孔、RJ45網路孔、USB 3.2 Gen2 Type-A以及T4-4 還有3.5mm耳機孔 右側有著標準尺寸的SD 7.0卡槽、USB 3.2 Gen2 Type-A、T4-4以及HDMI 還不錯,該有的都有 打開螢幕後可以看到同樣簡潔的螢幕與鍵盤面 螢幕邊框相當窄 搭載的是一塊16吋、2K16-10解析度的霧面電機螢幕 有著240Hz的高更新率 新面鍵盤部分為RGB補模式鍵盤 鍵程普通、RGB分為三區 鍵位布局中規中矩 沒有數字鍵盤 個人覺得比較可惜的點在於說沒有Home以及End的功能鍵 上方有一整排的散熱孔 以及將風扇拉好拉滿 用於加速性能表現的TURPO按鈕 觸碰板為玻璃材質 在角落帶有指紋編式鍵 觸感不錯 整體設計還蠻低調的 沒有市長中常見甚至有些廉價的紅黑電競元素 雖說個人很喜歡這種外觀低調的電競筆電 但我覺得Acer可惜就在於說 它沒有把這台的外表做出特色 低調歸低調 但就是少了點個人風格與創新 那麼看到重頭戲、性能 首先最令我好奇的是 Intel Core i9-12900H在筆電上的表現 先來看規格 14核心、20執行序 其中6核心為效能核心P Core 8核心為效率核心E Core 如果你對於這東西不瞭解的話 可以參考我們先前發布的 Intel Core i9-12900K的評測影片 那簡單來說 Intel透過大小核心機制 讓P Core效能核心標速度 E Core效率核心專注於省電 讓雜事給E Core處理 大事給P Core處理 確保玩遊戲不卡卡 而這大事與雜事的分配任務 則是透過Windows 11與Intel Threat Director 兩兩結合來搭乘 我們只要負責享受就好 其中效能核心P Core 最大頻率可達5GHz 相當恐怖呀 至於實際的表現 我們直接看跑分 Cinebench R23 用於測試CPU的底論性能 結果如圖 底論性能大概介於桌機版的 i5-12500與i5-12600K之間 3DMark CPU Profile 也是類似的結果 不過有一個比較有趣的點在於說 就算在散熱功耗有限制的筆電上 i9-12900H的單核性能 依舊可以與桌機老大哥 i9-12900K來匹敵 多核心性能則受限於 筆電散熱模具的物理限制 不過呀 這畢竟是筆電有插電時的測試結果 如果適用筆電的電池呢 在未插電的情況下 我們會期待筆電能夠拿出最佳的電源效率 在維持性能不錯的情況下 盡量的去減少功率消耗 同樣先看到Cinebench R23 分別以Windows 11的三個電源模式 最佳電源效率、平衡以及最佳效能 去做測試 可以發現 多核心的表現其實差不多 都在1萬分左右 僅在單核心性能部分出現了一些差異 透過PCMark記錄測試時的曲線 可以發現電源模式的選擇對於頻率影響比較大 那對於工作是要分給PCore還是Ecore 其實影響並不多 只是跑分很豐滿 現實很骨感 實際跑遊戲似乎有點對不起這11萬的身價 首先看到Cyberpunk 2077 2K解析度開啟光線追蹤與DLSS平衡檔 平均震僅有45FPS 關閉光追後 平均震率來到了65.1震 老實說 這成績對我而言是蠻失望的 那麼看一下其他遊戲的表現 Poza Horizon 4 平均震93 可以發現i9-12900H的表現其實相當不錯 CPU模擬部分獲得178.9震的平均震 CPU揮儀圖也有著平均108.4FPS 反倒是GPU平均震僅有95FPS Poza Horizon 6 平均震87 CSGO 平均震88.7 那麼問題來了 為什麼RTX 3080Ti加i9-12900H 這強大的組合性能卻不能完整發揮呢? 答案是顯示卡 由於要維持相對輕薄的體積 Acer對於RTX 3080Ti的功耗做了嚴格限制 功耗最大約只有100W 也因此整體性能相較於桌機版的RTX 3080Ti 那350W的吃電怪獸低了非常多 而由於顯示卡的表現無法突出 也導致CPU表現再好也不能迷腐那GPU拉垮帶來的性能限制啊 並且當GPU、CPU同時燒機時 CPU僅能分得約46W的功耗 GPU也僅有80W 整體性能被功耗還有溫度影響過大了 整機性能拉不起來 至於專業軟體的表現 首先看到Ul Procyon 專業生產力測試 在Office 影像編輯與影片剪輯部分 分數分別達到了6584分、8601分以及6542分 Crossmark 總分1951分 VC Mark X 測試機器整體的辦公軟體性能表現 得分6919分 整體使用起來忽略著…有些嚇人的售價 我還是對於Acer Predator Triton 500 SE 挺滿意的 2K 16-10 的螢幕對於創作、文書等日常食物很實用 不僅有著電競必備的240Hz更新率 色彩表現也是1等1 DCI-P3設定實測達到了99.2%的覆蓋 Adobe RGB有著89.7%的覆蓋 平均Delta E僅有0.62 對於專業創作也是相當的合適 且螢幕更新率可以於120Hz以及240Hz兩檔自動調節 兼顧省電與視覺體驗 電池續航力部分得益於Intel第12代製程的進步 以及架構的提升 以及智慧切換內顯獨顯的Vidia Optimus技術 省電部分其實是相當有感的 播放YouTube影片可以堅持一個6小時多 But…就是這個But… 為了維持輕薄 戰熱模具的規模受到了限制 就算塞入目前最強大的CPU i9-12900H以及最強的GPU RTX 3080Ti 也無法發揮他們應有的性能 且這個狀況在GPU上面尤其嚴重 所以說如此我個人覺得Acer Predator Triton 500 SE還是很不錯啦 是目前市面上少數外表乾淨簡約的電競筆電 但…以11萬的身價來說 乾淨簡約的外表並不是這CPU帶應有的特色 我們會更期望看到一些大膽創新的設計 出現在這種超高階的電競筆電身上 Acer Predator Triton 500 SE值不值得購買? 我覺得值得購買 但…僅限於搭載RTX 3070且售價低於8萬的版本上 因為這台筆電的問題不是規格不好 而是規格太好 以至於機器的散熱系統無法有效應對 而Intel第12代行動版的CPU i9-12900H 則是展現了它優秀的彈性 以高效能核心P-Core搭配高效率核心E-Core 不管在省電還是性能上都有著非常好的表現 相較於Intel第11代處理器 變格還蠻大的 因此我會建議近期如果要賣筆電 優先選擇CPU型號是12開頭的筆電 例如i7-1260P i9-12900H 或是i5-1235U等 好,感謝你們的收看 我是阿湯 喜歡我們的影片 不忘按讚訂閱Anderbox 我們有緣再見